《一步之遥》由姜文指导、众多影星等主演 影片剧情改编自历史上真实的民国奇案 颜瑞生案 影片讲述的是1920年的上海 花国大选如火如荼 最终归属扑朔迷离 操纵大选的几个海外回来的上海小开 想借此大捞一把 还请动了上海滩的头面人物出席大选决赛 选举结束时候 一场意外 使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故事 虽然该影片改编自北洋奇案 颜瑞生案 但电影《一步之遥》 已经完全看不到史料记载里谋财害命的所续 电影中登场的无论是花国总统 还是军阀之女 各有各的情节 光彩照人 一件离奇的凶杀案 在导演姜文的手下 变成了扑朔迷离的冒险迷局 两段爱情让人目眩神迷 《一步之遥》的整体风格呈现更加明确 在姜文作品一贯的戏剧幽默色彩之外 《一步之遥》增添了更多浪漫 罪人的气质 影片情绪欢快浪漫 故事温暖人心 这部电影不论在投资 制作 阵容方面都刷新了国产电影制作规模 各项标准是与好莱坞齐平 而从商业模式上说 《一步之遥》延续了历来大片 大导演加大投资者加大明星的传统 姜文与葛优再次联手 在技术层面 《一步之遥》同样有高水准 所以电影的票房基本有了保证 感谢您的观看 期待您的评论 我们下一期再见